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请各位同心用热烈掌声 欢迎我们讲师大山格林讲师 在台湾的演讲 大家晚安 阿曼 我过去几个星期 都是开头就是讲了几句简单的 大家都知道 游离,走遍天下 福利,寸步难行 对不对 这里有听见吗?这久的 有理 你會怕走到天下 沒有人幫你抖 如果無理的人 你寸不難行 要怕你出門口一步都沒辦法 對不對 最近又發生一件事情 走遍天下 來 我現在這幾位 游禮走遍天下 無理寸不難行 我稍微改一下 有民憤的人可以走遍天下 你沒有民憤就寸不難行 有民憤的人自信滿滿 走路有風 麻煩春風 那如果沒有民憤的人四處崩拼 吃頭看臉 對吧 怕給人知道 做那個見不得的人事 怕人知道 對吧 吃來吃去 要不要人騙 我今天請上我們的官網一下 現在的初級班跟過去已經不太一樣 可能你一向有人聽說 你第一次來民進府 發生什麼事情 我現在倒數法 先把現在發生的事情讓你們知道 最近發生 來 這是我們的官網 你們初級班有沒有上過官網 從來沒有過 第一次來 我都要慢慢的講這件事情 你們今天來哪裡你知道嗎 這裡是哪裡 台灣的中央 有教室 台灣民政府是什麼東西 你摸到那幾次了 但是那幾次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還可以說台灣政府 可以嗎 我跟你說 不行 換一個名字就死了 麻煩春風抓去 不行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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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團體組織可以自己隨便取名 叫進府 是不是 你也當自己 說我進府所辦的組織 你才有勸勸 你不是說自己發發育 大家想自己發發育 就好像說我是董事長 你自己說的 說發育 有人自己信到 沒有了 所以不可以自己亂發 你如果用別人的名字去發育 搞得危險對不對 說我就是某某大老闆 大老闆說你不是我 要憑什麼用我的名字 在那招搖撞騙 對吧 所以名字這種東西 不能亂說 你剛才說你自己 真正的名字 不能用別人的名字來說 對吧 你不可以隨便用別人的名字 你只能用自己的名字 你代表你自己 你不可以代表別人 除非他答應 給你授權說你可以代表我 那沒有這個 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所以名字這種東西 台灣人都不知道 名字這種東西多重要 我說名分 你可以隨便講說 我是某某人的太太 她是我太太嗎 不可以啊 除非你真的有婚約關係 簽了約去公正 還是教堂結婚 親朋友好友一起看 這怎麼有意思嘛 不是說我認為那個人 是我母的那個人 就變了你母的 沒有這件事耶 你又違法去了 對吧 名分很重要 名分這些東西都要修 那好的名分的話 你又要修 好好保留好 不要隨便丟掉 我說這個 就有點複雜 但是我先看 給你看 你們台灣人都不會看過 最近我們在官網發生一件事情 發生什麼事 你們會上網 你們會上網 都會嘛 上網都很簡單嘛 你們經常上網去聽音樂 看電影啊 看有的沒有對吧 你有在上YouTube嗎 他有些影片 他有 我跟你講 南民政府 你不要上課 你會上網 沒有 你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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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叫你的 小朋友 年輕一代 教你怎麼上網 這是我們的官網 你知道那個官網 就代表民進府所有的內容 他都放在官網上面給你看 最新的消息都會在上面 你一定要上來 有關台灣人 你稍微給他這樣 撩一下 說民政務官網長什麼樣 大家給他們看一看 你不要看過頭一次看 來 慢慢走 慢慢走上去給他們看 哇 你看到這個有什麼感覺 哪有很多英文 怎麼這麼多英文 都看不見 你們看英文熟嗎 不熟 我打得要蓋水 再拉回原來的地方 台灣人如果是這樣 我就 要講的東西就很多了 就不太簡單 但是 因為我們這是對著網路 網路上 每個禮拜 很多人都來聽 我們講的內容 那我先update一下最新資料 好不好 最近台灣民政務發生一件大事 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在美國華盛恩特區 舉辦喔 2016美國大選撼動政局研討會 你們首先 你知道美國現在的大選嗎 在選舉對不對 選什麼 選美國總統 對不對 美國總統第一天算 10月8號 對不對 10月8號喔 我們不到36個小時之內 我們就在華盛頓DC 美國首府 離他的那個 美國那個 國會大廈 不到幾百公尺 100公尺 200公尺的距離裡面 辦一個 大型的研討會 有厲害嗎 台灣民進府喔 贊助一個conference 我們來看這個內容 來 你點一下 來 我們看一下右邊 這個是 先點右邊給他們看一下 這是 這一次的 會議啦 就是算國際會議 國際會的時間你有看到 10號2016年 就大選 投票一結束 馬上 接著不到36個小時 這個會議就開始 你看 10月10日 2016 8點早上到下午 晚上 在這個地方 華盛頓 美國首府 舉行這個 然後再繼續往下看 你看 roll call conference 你看 只剩下幾天喔 時間在倒數喔 來 再往下看 欸 停 sponsored by 什麼 這個符號是不是跟我一樣 你不會認嗎 這個符號跟我們這個是不是一樣 你怎麼在點頭啊 sponsor是什麼意思 贊助場 贊助的人 sponsor 只有一個啊 只有我們啊 台灣民進府耶 你在美國那種地方辦那些大的conference 要很多錢 對嗎 不簡單喔 聽到台灣的 任何團體組織 把美國的華盛頓 美國的首府 靠近美國整個國會大廈 白宮這麼近的地方辦一個這種 然後來的人是誰 來 你先往下看 exploring the new American landscape 他這個 這個conference為什麼舉辦 你知道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美國跟美國總統大選當然有關啊 美國總統一大選結束不到幾個小時之內 就辦這樣的活動 那你覺得代表什麼意思 不要跳那麼快 我們現在在公職conference 我當然要參加政府會執政 一定會執政 鐵定會執政 保證會執政 但是我們現在要說 就是說 台灣人在在外面還有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要慢慢改遷 讓台灣人慢慢討論 對國民黨的小鬧的新聞裡面走出來 因為台灣的媒體就是把台灣人的思想 靠在台灣的圖裡面 不要讓你出去 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發生什麼事情 我現在就直接從 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叫什麼 美國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地方在哪裡 東岸 東岸的首府是哪裡 就是整個美國的首府什麼 華盛頓 華盛頓的哪裡 靠近白空 砲音 會搭上 發生了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跟台灣民眾有這麼密切的關係 我們sponsor的一個conference在那邊 然後為什麼那個時間點也很 也很吸引人對不對 總統大選剛結束 什麼東西又燙的 剛出爐的美國總統嘛 對不對 他們一定是開票開到半夜 然後大家又熱烘烘的 不光是美國總統 參議員 中議員都選舉嘛 幾分之幾的參議員在replace 也就是說什麼 新的美國的執政團隊出現了 這個就是非同小可 全世界都會注意 對不對 全世界一定會注意嘛 因為美國這個國家的元首 影響全世界所有事情嘛 那不是 大家都看他要做什麼 村民人在抵抵 跟他在配合嘛 比他更大的 你目前有沒有看到 第二個super power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你以為是俄羅斯嗎 差遠了 俄羅斯聽說他現在的經濟體 我沒有人講這樣 經濟體的尺寸已經 掉到跟墨西哥差不多了 在前一陣子這樣被人家 經濟制裁走到現在為止 已經降到這種地步了 俄羅斯 以前 現在號稱中國嘛 對吧 中國現在的問題也很多 我倒著要再說 這一次先不講 先講這個 新的美國 也就是說 當這個美國的新政府團隊出現的時候 大家都想研究 接下去 他們會做什麼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今天 選上的人 選上的美國總統 很注重的是環保議題 全球暖化的議題的時候怎麼樣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所有的人就要配合啊 就是環保議題嘛 蛤 是不是就環保議題很重要 那如果這個總統新上任很注重 就是中東的問題要解決 像部系一樣 那是不是國王部就很緊張了 如果是環保議題的話 大家就很緊張 你會很冷 你覺得很冷的話 可以放到那邊比較舒服 你坐那比較舒服 那太冷了 來 自己 來 濕濕的 坐那邊比較好 坐那邊比較好 不要客氣 自由換位 讓你 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 來 繼續往下走 來 你看看 我們有這麼多speaker都被邀請來 來 換那邊比較好 換那邊 那邊有風在那裡 沙來沙去不舒服 來 換那邊 對 對對對 這樣比較好 來 那我繼續講 來 你看看 Formal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ajority Leader 哇 多數黨領袖 之前的你看 有沒有 哇 這些每個都來頭不小 Congressman 維吉尼亞第一區的 有沒有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onorable Tim Murphy 慢慢看喔 這都是我們這一次 會議裡面邀請來的 重量級的人士 來 慢慢往下看 我跟你講 你們在網路上 不用看那麼仔細 直接上官網 自己去查 哪些人是誰 這樣就全部看完了 來 慢慢給它走到尾 就結束 來 我要繼續上課 好 Location在哪裡 來 往下看一點 你看 就在這裡 右邊 這邊就是國會大廈 Lower Senate Park 沾原那個 Union Station 你看 就在這裡 地圖都跟你講 現在Google很方便 你們要學會用Google喔 好不好 要查地圖 不是像台北市 全世界任何地方 你想看看華盛提西長怎麼樣 你就用Google Earth 就進去 就到街上去看人家長什麼樣都可以 好 回到我們前面 回到我們官網 回到我們官網 首頁 來 我們看到這個 我要讀一下這篇文章 所以你往上一點 台灣民政府不光是刊登廣告 同時也是主要贊助單位 連續35年在全世界的政治中心 美國首府華盛頓特區 所舉辦的2016年 美國大選撼動政局研討會 今年11月10號 特別由台灣民政府贊助 邀請到美國國會 政府相關單位 重要官員 智庫學術研究單位 在美國大選結束的第二天 針對美國新政府上任 對美國政治經濟國防外交 所帶來的影響 做深入專業的研討 台灣民政府將有10名代表與會參加 對美國政界重量級 深具影響力的人士 廣泛討論並交換看法 你有聽到什麼 現在目前政府可以做這件事嗎 不可能 沒有任何一個單位 當然人聽都沒有聽過的事 是不是 我剛才再回到剛剛講的一句話 有理走遍天下 無理寸步難行 台灣民政府 有理衝一下衝到哪裡 世界政治的中心 華盛頓DC 掛著台灣民政府的名字 在這些上面 在主要的媒體上面 再往前看 我們在之前的前幾次 這只是一連串活動之一 上個禮拜我在高級辦 我已經預告說 這個禮拜會有大事情發生 這果然就出來了 來 再往下看 WASHINGTON EXAMINER 日益的防守 他們有關於國防部分 那些重要官員 每天都會收到電郵 會通知他 最近有更新的資料 上面會看到台灣民政府的 台灣政府在裡面 在這裡 再往前再走一點點 來 再往下走一點點 上次希拉蕊跟特朗普在辯論 是不是大家都很關心的議題 來 我現在在上課 來 那個 對 你們要不要到後面先休息一下 要不然這樣會影響我上課 來 好 沒關係 你幫他拿 沒有關係 地膜會比較舒服 可能戴帽子會比較舒服 很暈暈的 我也是 我也是這樣 你剛才洗頭的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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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 我繼續說 然後這個 就是希拉蕊跟特朗普辯論 那時候大家都很興奮 他們辯論會講什麼東西 所以大家就有即時轉播 什麼又即時 現在在辯論 你現在在網路上就可以看得到 就像我們現在在這邊演講 網路上的 我們的粉絲們就會上網 民政務的粉絲們就會來 就會看 這禮拜說什麼新的題材 有什麼新的消息 我們要知道 我們關心台灣民進會的人 都會來到這個網路來看 一樣 關心美國政治 不曉得美國總統是在一個 那時候他們就來看辯論 當他們在看辯論 所有的美國人在看辯論那時候 即時轉播旁邊 找一個台灣民政務 奇怪 我跟你講 對於過去的台灣人 是想都不敢想的 包括台灣的政治 政府機構 什麼警察單位 什麼叫 沒有人知道 包括 這麼大的事情 你會覺得 台灣的媒體 沒有一家在報 只有在這邊 然後我們給你官網 給你連結 自己去看 所以台灣到底有沒有言論自由 有沒有媒體自由 有沒有 沒有 我跟你打包票 沒有 有的話現在老早應該上報 這麼大的大條新聞 台灣裡面以前有一個團隊 可以在華盛頓DC辦 這麼大的一個conference 邀請到美國重量級的人員 對不對 參議員都邀請到美國來辦 不是跑到台灣 不是來做生意 走軍購這條路 是純學術 軍事 各方面 外交一起的研討會 sponsor就是贊助 由台灣民政贊助 你現在政府怎麼知道 我覺得他們絕對不會欠錢 你有錢 你有辦法辦到這個嗎 現在問題來了 過去我們 一個主要媒體 在登廣告的時候 他們說 那用錢就要有了 你這次來看 人家願不願讓你贊助 還是一個問題 台灣人要算錢 想說有錢就可以 買賓士 買法拉利 沒有錯 可以買這個 可是買不到這種東西 這不是你用錢可以買得到的 這個要你真正有這個名分 當台灣民政府 人家是衝著我們的名字 給我們來贊助的 所以現在回過來問你們 台灣民政府到底是什麼名字 這個名字怎麼這麼有力 一下衝衝到世界的這個政治舞台上 跑出來叫做台灣民政府 我跟你講全名叫什麼 台灣 澎湖 列島 美國 民政府 你有怕一個嗎 怎麼走一個美國走出來 我再說一次 台灣 澎湖 列島 美國 民政府 我想我是台灣民政府 為我們做的 我說不是 我們這個政府 我們政府 我們政府 不是一個普通團體 既然敢叫政府 他的全民 就是你拿出名片跟人家講我是誰 不可以隨便亂亂說 你亂說馬上被人家打槍 怎麼可能讓你走出去一步都不可以 就像中華民國 你說你是中華民國 拿起旗來就被人家打下去 對吧 連中國都可以 跑到你台灣這塊土地 來把你的旗子拆下來 有建設嗎 真建設 有民主嗎 嚇了了 對吧 中華民國就是這樣 拿不出去 最近不是街上 一直在關那一旗 有用嗎 好久你把這個奇怪的中國旗 好久你把這個奇怪的美國 華盛利世紀 上次就發生這件事情 兩年前的1月1號元旦升旗典禮 有一群穿著便服的人 伸手矯健 帶著一箱一箱的皮箱 進到有個地方叫雙向園 進去以後趕快把衣服換上 結果每個人都換成軍裝 然後就在那邊升旗起來 元旦喔當天喔 結果升旗不到一個小時 電話就來了 你們在搞什麼鬼啊 誰准你在我這個土地上面升旗啊 雙向園還是私人財產喔 美國居然可以這樣下 你沒有經過同意你升什麼旗 打槍啊 他升的就是中華民國旗啊 連升個旗都不可以喔 就是不可以 就讓你連那個機會都沒有 因為你沒有那個名分 知道嗎 你沒有那個proper name 來支持你所做的事情 你是人家小三 可以跑到人家的家裡面 你都在大喇喇就擠掉了 你沒有那個名分啊 你沒有那個名分啊 不管你生多歲也是一樣嘛 對吧 台灣民政務有這個名分 台灣人看不見 他還說詐騙集團很好笑耶 在華正DC辦這麼大的一個conference 台灣人還不相信那個台灣人 我告訴你 眼睛什麼 顧到什麼 拉馬 再往下看一定要 Examiner 這邊有一個 真的去 雜誌的背面就是這個廣告 我跟你講之前登雜誌啊 登報紙都好 都比不上這一次是叫做conference 直接在美國的DC辦的 我們現在來講 這個先消 我們去看我們那個遊行的 台灣人是 台灣民進府是什麼樣的理 你說由理走遍天下 台灣民進府是拿到什麼道理 在他的手頭 走到天下 你就要知道 對不對 來 這是去年 我們有一個大遊行 你們知不知道 不知道 又是第一次看到 哇 台灣民進府真的把你封殺到不行耶 去年11月15號在台北東區 有一個1萬人的大遊行 1萬人喔 都請這個制服的喔 在座兩位也有參加 對不對 後面也有參加 我們都是當現場的見證人 你看 都穿這個 正報裝 你看 這個 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台灣人的遊行 是長這個樣子的嗎 穿正報裝的遊行 有沒有看過 沒有吧 頭一次吧 好啦 我開始上課了 沒關係 那你的帽子借他戴嘛 對啊 你的帽子借他戴 對 好啦 有沒有看過這遊行 哈囉 哈囉 上課了 有沒有看過 喔 上次你有看過 喔 你有來過 對對對 上個禮拜你有來嘛 你是來參加高級班的嘛 對不對 喔 很好 來 你看 這個 然後再往下一頁看 一萬人 整整齊齊 對不對 我跟你說喔 這次的遊行 一萬人 一點聲音都沒有 點點 你有看到嗎 你有在台北市看到嗎 喔 你有參加喔 哇 一萬人 那時候 准你講話嗎 不行 大家都不能講話 點點的走在街上 我想很多路上的人看到就嚇一跳 台灣什麼時候有這麼整齊的隊伍 他每個人穿這樣 然後上面寫個台灣民政務 後面拿了一大堆關東旗 跟我們這四肌肌 一萬人喔 各州 每一州都有他的代表的隊伍 一個一個整整齊齊走到東去 不講話 但是 不講話歸不講話 他拿著布條 我們先把這個圖片看完 我們再走到那個重點 正報抄 來 再來 來 再走 我們讓大家看個過癮 來 再走 我們那時候還有空拍喔 沿台北市 我們這麼大陣仗走在台北街頭 是不是要很多警察來維護交通 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警察在四周圍 來 再走 你看 所有的記者媒體 都來採訪有沒有證明 但是你看不到 再走 來 再走 他就有辦法讓很多台灣人 不知道這個消息 蛤 這個歐巴桑對老闆等一個本書 26老闆等下來 撞到一個人 這種消息大家都知道 但是這種一萬人走在街頭上面的事情 沒人知道 所以台灣人是不是怎麼樣 聽到都是本書的消息 對不對 真正有內容有意義的消息 他聽不到也看不到 來 再走 來 再走 來 走完 然後回到我們的 回到我的PowerPoint 看完了以後 我們就回到 你看 路上的人看的都是 嘴巴開開的發生什麼事情 這是什麼狀況 這是什麼狀況 我跟你講 這個不是一群人 一般的人民上街抗議 過去你看一般人民上街抗議 都說我要抗議 抗議政府 這不是 政府對人民宣告事情 宣告什麼事情 來 回到我的PowerPoint 這不用看了 回到我的PowerPoint 麻煩你回到我的 我可以按了嗎 我可以按了嗎 好 謝謝 我的那個 遊行的那幾大訴求在哪裡 沒有在這邊嗎 遊行的幾大訴求有沒有在這裡面 蛤 我沒有看到耶 你幫我找到遊行的幾大訴求 把它抓出來給我 我們當時遊行的幾大訴求 台灣民政府遊行的幾大訴求 你幫我找到再幫我PO上來 不是從我這邊找 你不要從我這邊找 你不用按我的 你從官網去找 我的幾大訴求 你不要去按我的PowerPoint 因為到後面就沒有 我跟台灣民族友行的計程 因為由海報的對方 有理一走變例這樣 我直接念給你聽 第一個 台灣民進府講的道理是什麼 就是 台灣這塊土地 現在 已經決定了它的地位 什麼決定 舊金山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 你這個上次聽到 第一次聽到 舊金山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 你過去都聽說台灣地位未定論 我們那一次講說台灣地位不是未定 是已經定了 被怎麼定 舊金山和平條約 有沒有聽過舊金山和平條約 有沒有聽過馬關條約 都沒有聽過 有嘛 馬關條約是什麼東西 1895年 日清甲午戰爭對不對 誰輸掉 大清帝國輸給大日本帝國 所以擱讓什麼 台灣澎湖跟遼東半島給誰 給誰 有上過歷史課 給誰 怎麼會給中國 那時候連中國都沒有 那時候只有大清帝國跟大日本帝國 那時候有中國嗎 沒有中國 給大日本帝國的皇帝 天皇 那時候每個國家都有皇帝 大清帝有大清皇帝 大清之前是大明帝國 對不對 後來大清 是不是 你開始要有歷史 台灣人不可以念到這種地步 那這要歷史怎麼講下去 就是日清甲午戰爭之後 大清帝國輸了 所以它擱讓台灣澎湖 但是這要跟台灣有關的事情 你要擱留一個土地 一定要透過條約才可以擱讓 對不對 是不是 你可以親自說我賣給你 你是誰人 你代表這塊土地嗎 沒有嘛 只有這個土地的豬廊 早就把這個土地賣掉 那誰人是那時候的台灣人的豬廊 顯然變成大清帝國的皇帝 那時候我們跟它有什麼關係 我們是它的殖民地 一部而已 那又不是全部 那是左半邊的台灣 佛摩莎這個島的左半邊 是大清帝國在統 算作殖民的地方 殖民的百多年 那兩百年 右半邊的是什麼 我們高砂族在那裡 跟它沒關係 它也不敢打下來 打下來他們都死 高砂族怎麼讓它侵占到這邊 不可能 那左半邊 他們在灌的 但是他輸政經的時候 他就是台灣跟朋友 掛大日本帝國天皇 所以兩個皇帝之間在 為了尋求和平 在割讓土地嘛 過去是這樣嘛 我說 你如果沒有要掛 掛東西給我 那怎麼辦 我給你打到四位子 你要求饒 不要再打 還打大清帝國會滅亡 對不對 不然我土地給你 你不要再打 你生一個爛 所以大日本帝國皇帝 就拿到手上 有關於台灣的名分嘛 你知道嗎 台灣這塊土地 日本帝國拿到手上 才有後來的 日本統治時間嘛 對不對 第二次發生什麼 又有一個世界大戰 台灣這個土地 又又如何 又發生了問題 因為我們的 這塊土地的主人 在這五十年裡面 他目的不是把你當作殖民地 他目的是真的要把這塊土地 變成他自己的 他還要做一個東西嘛 你跟人家交一個女朋友 你到最後希望這女朋友 變成你的老婆 要做什麼事情 去法院結婚登記嘛 對不對 不是說永遠同居下去 沒有結果的啦 一定要結婚登記嘛 同樣大日本帝國皇帝 做了一個結婚的動作 做什麼 1945年的4月1號 頒布天皇造書 造書什麼 就從此以後這個土地升格 那前面那段時間 做什麼事情 做黃明化的動作 建設台灣 就好像男生追女生嘛 要買什麼新衣服給你穿啊 給你吃好料的 對不對 把你穿漂亮漂亮 取進來嘛 把你鼓掌嘛 對不對 一取的話就是登記 以後就有這個民憤 民憤很重要喔 我今天這堂課 全部圍繞在民憤這兩個字 台灣人要知道民憤 你就有那個名分 名義 你才會都有一個權利 你就是因為是那個人的老婆 到時候他死掉的時候分財產 你才有那個一半 要不然你阿公阿媽他女朋友算什麼 對不對 可以來分財產嗎 不可以嘛 就是我是他原配 我當然有他財產的一半 民憤很重要 不要隨便亂隨便 除非你老公真的是沒有出席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只有債權沒有錢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一個很有錢的 你要求那個民憤 因為民憤帶來的是很多的權利 不要輕易放棄 更何況我們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我剛才講說 1945年4月1號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就是一個結婚的動作 從此以後我們效忠日本天皇 換取他對我們的保護 這個在法律上的關係就建立了 從此以後台灣人叫做日本人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當日本兵 過期叫做台灣義勇軍 現在不是日本軍 日本的台灣軍 所以死掉以後怎麼樣 被人家送到禁國神社去被祭拜 所以我們台灣人有3萬9千1百名 日本禁國神社被拜 我們民政府一定每年會有組團 每年的8月會到天長節也會順利 每年去兩次到禁國神社去給我們 為了大日本帝國犧牲奉獻 我們台灣人的神拜拜 祭念 笑念 同一年你這個拜的動作 就把你跟大日本帝國 跟日本結合在一起 現在知道了嗎 我們這個名分就有了 結果沒想到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我們大日本帝國又戰敗了 戰敗的時候 美國是佔領者 是誰打敗日本的 美國 盟軍打敗 可是主要行使打敗日本的所有動作 百分之九十九轟炸日本的都是美國在轟炸 其他國家沒有這個能力 中國那個輸得脫口怎麼有可能 他們又分裂在好幾個部分 他差點就被滅掉了 沒有戰勝 名義上好像是說戰勝國 其實他是戰敗的戰勝國 秘書長林志森博士有說這個 對不對 好啦 我們現在拉回來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的身分現在是處於什麼狀態 你沒有找到我們的那個 對啊 在哪裡 我以為有那個 好啦 六大訴求 來 你有看到嗎 舊金山和平條約已經確立了台灣的地位 好 這一個 第二個 在這個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 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你們現在開始知道 初級班只要知道兩個概念 流氓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OK 佔領不移轉主權 國際法裡面 佔領不會把你這塊土地變成人家的 不會 從拿破仁以後就沒有這件事情 因為國際大家都遵守公約 要不然佔領便利大家都想要唱 戰爭永遠不會結束 來 第二句 我是跳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已經確立台灣地位 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怎麼樣 我們當然不是中國人 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而且還是日本人 對不對 日本人戰敗嘛 台灣人跟那時候澳洲這場 台灣人是代表日本帝國去打仗的 是不是 有沒有 日本是本土台灣人的祖國 如果你是戰敗的人 我跟你講 在國際的法約 條約裡面有在保護 你戰敗沒有關係 但是你有基本人的權利 就是你不能把我領地 他有很多什麼叫領地 叫你去做兵就是領地你 把你改變你的意見就是領遲你 叫你去拿別的國家的護照 拿別的國家的身份證 這就是領遲你 那台灣人每一行都經歷到對不對 這場代替美國來佔領台灣的這群中國人 你知道那是誰嗎 我們每個人過去叫外國人 對嗎 我說不是 你是按照美國 那時候整個太平洋戰區的總司令 叫什麼 麥卡瑟 用第一號命令 叫蔣介石 帶著他的部隊 來代替美國來佔領台灣 結果他這個部隊來的時候 澳邊都戰敗的嘛 對不對 可是他順便帶了一群難民過來 所以這蔣介石的部隊加難民 一百多萬人用美國的軍艦再來台灣 讓他們來統治台灣人 美國叫他代替他佔領台灣 佔領台灣就隨便他亂出門了 對不對 一開始就隨便亂講說台灣光復節 對不對 是不是 你還記得最近還要恢復什麼放假要放光復節 我告訴你那群抗議的人他是要放假 至於你用什麼名義都不管的 台灣人都是這樣 飯給我吃就好 村的我都不在乎你 至於什麼理由都好 當然不曉得自己的名分在哪裡 用很廉價的價格 就把自己的重要的名字給出賣掉了 什麼是台灣人很重要的名分 就是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是日本人 日本人怎麼甘心樂意去拿中華民國 中國人的護照跟身分證 你如果是這樣 你人就把你當作中國人來處理 所以他就抓你去當兵 就發你身分證 發你護照 叫你繳稅 叫你去當兵 隨在他旁邊 改變你的議員 不准你講台灣話 不准你講日本話 說你就要去學北京去 你要去讀他的歷史 讀他的中國歷史 這都違反戰爭法 見證是說你跟人跌了 你要維持當地人民 本來的文化 教育 語言 都會跟人維持住 不能這樣卵數 隨在你這樣變鬼變怪 但是這項要求的中國 真的來到台灣 什麼賣債的事情都做到之後 都違反戰爭法 以後都會逃不過戰爭法 所以我們現在 台灣民政府在做什麼 告美國 告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被告的 你知道嗎 你又不知道 你又頭一回聽 來 我們官網給他們看 我剛才說這幾項我們的訴求 就是我們說的 游離走遍天下 就是這個道理 讓我們台灣民政府 走到全世界去 走到美國華盛頓 走到美國的法院去 來 我們看法院訴訟 你看 撼動世界的TCG控美中案 來 就去按這個東西 165147 來 有沒有看到 因為英文看不懂 我要兩回聽 Oral argument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r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再往下一點 再往上一點 這個就是美國的上訴法院 我問你一件事情 你如果沒有名分 可不可以到法院去告人 你是不是要用你本來的名字去告 我問你 敘利亞人遭受犯難 可不可以到美國法院去告 敘利亞 或者告他們的政府 不可以啊 你是敘利亞人 跟美國什麼地帶 你亂告 你根本不會成案 你知道嗎 如果是這樣 台灣人的案子 為什麼被美國法院接受 而且告到上訴法院 到高等法院啊 告到美國的高等法院耶 這前面有一案耶 是去年的2月28號 我們開始起的案子 到今年已經到第二次 District Court Circuit 誰告誰 Roger C.S. Lin 就是我們的林志森秘書長 代表還有NETO 跟一些人 哪些人 台灣民進入的成員 對不對 一曲 這是Plaintiff Appellants versu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Republic of China 闊湖台灣 他們是被告啊 Defendants 他們是被告 我們是原告 你知道嗎 會去給我們告 我要有這個身份 我才可以在美國法院告他 是不是 法院會接受一個沒有身份的人 跑來亂告嗎 會接受一個詐騙集團來告嗎 不會吧 你們想也知道嘛 一定是做錯事的人在那邊 帶來去要告嗎 一定是受到 元一人去要求的人 才能夠向他告嗎 台灣民進行 代表台灣人去要求 這點 什麼 不是像台灣人 台湾人的案子不会在美国法院成案 那就是日本人 大日本帝国的成名才可以去告 我再跟你讲一次 我们又讲到名分这件事情 名分这件事情对台湾人很重要 你如果真的要告你老公的财产 你若不是他母亲要来 说我是他小三 我是他小四 小五小六都没有用 你一定要他假扮 你才能来告 他的女朋友也没有用 他男朋友也没有用 要告辞 美国的法院会接受台湾民进入的案子 就是因为台湾民进入有这个名分 什么名分 我们告诉他 告诉什么 我们一般人 我叫你战败 被你打败没有错 可是你要按照规矩来占领我 你想要改变我的国籍 为什么要发我身份证 想要你放这台湾这个土地 我刚才说占领不宜转主权 台湾这个土地在党齐病中华民国的 没有这回事 没有任何条约把中华民国送给他 现在的日本国跟大日本帝国又不一样 现在的日本国它的宪法是由 美国在战后的时候 帮日本人修改他原来的宪法 帮他成立的新日本国 在这个新日本国宪法里面天皇是被宣制的 你知道吗 但是之前的大日本帝国有没有接受处理 没有 没有在这里面被提到 天皇存在 大日本帝国就存在 大日本帝国存在台湾是因为有天皇颁布招书 宪法实施在台湾 到今天为止 美国有没有决定结束对台湾的占领 没有你怎么知道 你根据什么 不是这么容易讲的 为什么 正式 谁 谁要来 你讲得很好 正式的 什么样的正式的东西 正式合约 有啊 旧金山和平条约 什么不切实 什么不切实 哇 旧金山和约最重要的什么不切实 旧金山和约就是决定台湾 我刚才已经讲过我们游行的主要诉求 就是旧金山和约至今仍然有效 拜托 那跟台湾的 不是 我现在讲旧金山和平条约 跟台湾到今天为止 我们就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在里面够一 对 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 就是合约保护了 在这合约里面我们是被占領的人 这中间是擠柄约 台湾擠柄约 真的擠柄约是美国 所以我们照顾美国 你告代理者没有用的 代理者要装傻 但是在关于国很原本 应该擠柄约台湾的美国 所以我刚才讲 你这个名分 到美国法院有用 就是因为你告对人 他就搜这个案 搜这个案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权利 叫这个代理者过来 到法院里面 跟着我一起被告 有吗 因为我代理者 我的代理商也要抓来一起接受告 是你代理商做不到事情 对吗 我现在接受审判 对吗 所以美国有这个权利 把你来家 法院里面接受审判 所以我们现在是过 你看 没有啊 Republica China有存在 United of America都在 是不是 那至于在法律上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 我们这里没有要讨论 我没有讨论到那么细的问题 我只是讲说 他有出现 他有出现在法院里面 接受我们的控诉 他必须要承接这个案子 OK 好了 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来说 名分这个东西绝对不要小看 因为这名分你可以高到法院 因为高到法院你就成立了台湾民政委 因为成立了台湾民政委 所以现在台湾民政委在全美国 或者世界上各个地方都可以发生 世界上除了美国还在哪里 来我们看G7的图 回到那个G7的图 我跟你讲 今天我要省一点时间 我要多讲一点日本时代的东西 台湾民政委控告美国 这个结束 我们回到我们的上一页 回到我们官网 有关于G7那个部分的报告 G7 有没有 来 我们看一下G7 G7是什么 你再头一次听到 你刚才听到美国了 全世界你们家老大是谁 你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就是家里的长辈当老大 什么叫做最大的 最大的叫什么领袖 一个组织里面最大是不是要领袖 那我问你一个国家最大是不是领袖 那世界上最大是什么 领袖国家 这些世界上的领袖加起来 就这7G7国家来往下看一下 这G7就是 初级半讲这个会不会太难 你们听得懂吗 G7是世界的领袖国家 有法国 德国 美国 加拿大 意大利 日本 英国 七个国家 加上欧盟的一些代表 成立G7国家 G7国家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他们是经济上的 在先进的国家 那先进的国家可以做什么事情 主导经济政策 全世界的定义游戏规则是他们在定的 所以它比较大 对不对 家里的游戏 你们家里游戏规则是不是大人在定的 小朋友你晚上9点以前就要给我回到家 吃完饭不能马上看电视 规则是爸爸妈妈在定的 那你怎么去听 老婆老婆就要几点给我下班 家里在煮饭饭吃 是他定的吗 不是嘛 家里是大人在定的 一样全世界如果都是小朋友的话 也有几个大人站出来替全世界来定游戏规则 就这个G7国家 那在G7国家里面他们开会的时候就有一个专刊 专刊里面来往下看 专刊里面居然讲到台湾人的政府 说到台湾人的政府你会想到什么 你会想到什么 你第一次来台湾人的政府 说到台湾人的政府你会想到什么 没有啦台湾人的政府你是哪个政府啦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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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台湾人的政府他就想到中华民国 这真的就是害怕了 中华民国就中国已经说中国在那 台湾人的政府哪里是中华民国 都不是啊 他已经告诉你他叫中华民国嘛 跟台湾人的什么地带 所以这台湾人的政府已经说台湾人的政府 这英文叫做台湾人的政府 来翻我们往下看 结果他居然就是看到台北市的照片嘛 他在杂志里面介绍嘛 过来再往下看 停一下我要读上面 让台湾人自己做决定啊要公平啊对待台湾 再来下一页 诶 怎么照在这 通商心你会想说是蔡英文嘛对吧 台湾人的政府 不是啦 在美国G7国家里面眼中台湾人的政府是这个啦 台湾Civil Government 台湾民政府才是台湾人的政府啦 你不要弄错啦 我们林志生秘书长的照片就在这边啊 G7国家专刊会给你欧白乱讲的 不会嘛 欧白乱讲是台湾的媒体的欧白乱讲嘛 我来说你们已经被锁在这岛上面了嘛 那哪有机会死得乱七八糟嘛 我现在是挑在国际 让你看看国际的现况是什么样 但逛逛来看台湾的媒体有多荒唐 再往下看 来 按请 不用不用不用 我跟你讲 就要这样子好了 回到我的那个PowerPoint 回到我的Power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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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按了吗 可以了 好 谢谢 所以 这就是机身国家开会嘛 安倍 欧巴马 德国梅克尔 欧盟的 然后这个加拿大总理嘛 这一些英国首相嘛 法国总理 你知道吗 开会 在伊西西嘛 日本 开会 我这个几张牌照在哪里了 我连几张牌都不见了 怎么那么扯 我现在要给你解释了 我现在要给你解释了 这要宣伤了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不对 同不同意 同意嘛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嘛 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全世界只有台湾 唯一合法代表台湾的 是台湾民政府 捏点头 我请问你现在的政府是什么政府 他也是给你管啊 他什么人 现在我们的名分已经出来了嘛 中国人的名分也很清楚嘛 现在几个人的名分到底 切身不明的是谁 现在切身不明的是谁 现在这个嘛 这到底是什么东东啊 现在在这边管台湾 给你放假 决定要不要放假 还搞一个立法院 还搞个武院在那边护白 叫你去选计 叫你去投票 他们是什么东东啊 你的心味 奇奇怪怪的东西在那边 来 名字拿出来 中国台湾当局 知道吗 这个名字不是我给的 是这一次菲律宾去告中国 有关于南海诉讼案的时候 法院里面把台湾 这个叫做中国台湾当局 讲了十几次 重复的用这个名字 就是台湾Authority of China 听到没有 中国在台湾的当局 他们代表中国在台湾的当局 他们代表中国在台湾的当局 这样子知道吗 蔡英文是中国人 你还以为她是台湾人 你弄错啦 他宣誓中国的中华民国宪法 宣誓成为中国人是不是 所以他当选以后 第一个是摇祭皇陵 去参加忠烈祠的祭拜 对不对 我跟你说我们本来是去 敬国神圣去拜了 我们标是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他们是中国人 就去拜中国庙嘛 对不对 是不是 任主归宗嘛 所以他们一选上以后 五都的市长跟蔡英文做一个去摇祭皇陵啊 他们的祖先 他们的主人是中国啊 现在知道了吗 台湾人不知道 把自己的那个想象空间放在那个 欺骗你的人的身上啊 你感情被骗了啦 台湾人的感情去骗70年了啦 他就是用台湾人的膜骗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 那台湾人相信呢 你这么轻易就把台湾人的名分给卖掉了 第2第70年去用早撻 去用冷地 还搞不清楚为什么 为什么努力这么多年还是22K 中国人给你求嘛 求你不知道的人嘛 台湾人也不会去想嘛 从来也没搞清楚这件事情嘛 每天也给你暗闪嘛 你也看不到嘛 是你刚才来到民进会的时候 在用正式的方法告诉你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到台湾民政府 我跟你说我们只跟你讲几件事情 历史上的文件 OK 历史上的事实 逻辑的推理 这样就搞了 出的没有感情的诉求 都没有 没有讲理说台湾人要怎么办 没有 别来这一堂 当你头好不清楚的话 不要把感情放下去 知道吗 等你搞清楚一切的时候 再投入你的情感 要不然就会被骗了 可不是 在交往过程当中头脑要清楚 这两个都中国败了 现在蔡英文政府就是中国台湾当局 所以呢 每一次去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 他们都用什么 中国台北嘛 对吧 中华台北嘛 他就用中文给你骗嘛 什么中华台北 好像代表台湾 台北方等台湾 不等于 已经生了一个中国在上面了嘛 他们就是中国人嘛 中国人嘛 但是他还没有生气吗 我知道很多人都已经生气了 所以他现在对于蔡英文政府切心了嘛 所以这次去总统大选也不参加了嘛 对吧 你们知道这个根本算嫁嘛 又嫁促给台湾人人骗嘛 那是你台湾人自己过去要投射嘛 你把自己的 你明明是某某人的老婆 你去投射在别人身上 你是什么样 精神上外孕嘛 不光是 台湾人人连肉体都奉送耶 不是光是精神外孕耶 你以为中华民国这个核 可以让台湾人得到名分 可以让进入国际社会 对吧 对吧 台湾人基本上就要生这家嘛 我假装是谁的太太 然后我要弄他的手 想要一支联合国来做一个 要坐一尾 所以你现在进入任何国家单位组织 你只能担一个东西叫做观察员 观察员的意思是这样 他叫做 等于讲就是附属于正式会员以外的 叫观察员 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人给你抗 你一定要再当立起 就现在中华台湾 蔡英文政府跟台湾人骗 说我们应该进入国际社会 但是我问你 你用什么名字 人家跟你邀请函上面写什么 比如说我邀请某某人的太太嘛 一定要这样生嘛 你以下人的太太 中国台湾当局 中国台湾当局 中国台湾是台北嘛 你是用中国人的太太的名義进去的嘛 你是她的小人嘛 所以台湾民政府当然也可以参加国际组织啊 我们是在美国底下的观察员 台湾人可以进入国际组织 但是用的是美国底下的台湾观察员进去美国 在这个本的过程当中 我还说 名分很重要 你不要小看名分这个东西 你在找是不是 你慢慢找没关系 我们的身份证 ID card 我再说一个 犹太人的故事好了 犹太人有一个人 他生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那这个儿子相死的 所以以前的妈妈在肚子里面 就开始打架了 还没出事就开始打来打去 结果总是要一个人先出来 一个人后出来 先出来的全身都是毛 后出来就抓他哥哥的腿就跑出来了 所以哥哥的名字叫做多毛的 弟弟的就是要抓 你知道吗 犹太人后面 还是根据他那时候观察到的 所以哥哥叫做李嫂 弟弟叫雅各 就是抓的意思 这两个小孩比较大 就在这里 就有一天 因为哥哥长毛又喜欢打猎 很会打猎 就很会做这个 他们爸爸很喜欢吃野味 所以就很介意这个大小孩 第二个的话 妈妈比较喜欢 妈妈笑 他就比较没做那个禁残 重的东西 比较文的东西 这时候爸爸老的时候 你知道犹太人 长子有双份的财产 双份 雙份 雙份 如果他有七八个小孩子 每个人都平分 对不对 平分完以后再多一份给哥哥 你知道吗 比如说有三个孩子 他就分成四份 哥哥拿两份 剩下弟弟各一人一份 这是犹太人的习惯了 所以你如果是长子的话 可以得到Double 所以有一天 哥哥在田里面打猎 他打得全身大汗 馒头大汗冲到家里的时候 看到弟弟居然有一碗 红豆汤 已经放得凉 红豆汤放在那裡 马上唱了 要喝下去 他就说不成事 你要喝 那你把你的长子名份 跟他换 跟我换 我就给你喝 这弟弟很有心机 跟他哥哥讲 他哥哥那时候讲什么 我已经嘴巴到要死了 人都要死了 我叉叉不忌 好 你要拿去就给你了 就把那个红豆汤给喝下去 这什么意思 他表示什么 他的名份已经卖掉了 用一碗红豆汤 把自己的 当老大的这个权利卖掉 卖给弟弟的 我跟你讲 交易双方 双方同意 成立 成立 不管你讲再怎么荒唐的事情 说我接受 那我给你 就成立了 这法律上就成立了 所以哥哥长子的名份就没有了 哥哥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反正正常打烈 但这件事就随后就发生了 等他爸爸老了 要死的时候 要开始祝福儿子 以后你得到双份 这时候 他老爸说 老大 你现在去田里院打个烈 回来之后 我就给你祝福 老大就出去没人了 赶快去打烈了 探这个机会那时候 妈妈叫老儿来 来来来 那个再出去 对吧 我家刚刚已经煮好一锅肉汤 你现在拿给爸爸吃 他又怕他爸爸认不出来这个儿子是谁 因为老大都是毛 对不对 爸爸老大已经老了 眼睛也看不到 鞋子也看不到 鞋子也看不到 所以叫他把动物的皮包在手上面 都是毛 对不对 爸爸说 我不知道你什么人 我再摸看看 就会摸他的手 都摸 我知道你老大 好 开始祝福 你知道吗 他已经吃到那个 香蕉好吃的汤 真的好 一定是老大 这就是我最爱吃的 再摸一摸 又确认有毛 就给他祝福下去 不想祝福以外 又回来了 怎样 很熟悉 谁说 你生了那时候 已经出乎你的名分了 现在等于是把那件事情 应验在他真正的生活上面 就发生了 所以他一辈子恨他弟弟了 但是话又说过来 世上叫你当初 为了一碗红豆汤 就把你的长者名分说我没了 表现什么 他很轻视这个名字 所代表的意义 你知道吗 台湾人有一个名分在身上 当初美国人一摆的时候 就是说你台湾人哪有什么人 我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那时候 你轻视你大日本帝国成名的身份 你知道吗 我们回推这个时间到七十年前 当中国占领军代表美国 进来台湾的时候 如果台湾人那时候 在乎自己打日本帝国的人那时候 他不敢对你怎样 他不敢对你 那时候台湾人去捏去去幻影 幻影回归祖国 因为你怕什么 你怕死嘛 你怕死嘛 台湾人怕死 说这很难 天皇已经接受波子胆宣言了 全部放弃了 现在军队来 他敢不给我抬 那如果军队叫我跟他做同样的 港国的 就没什么事了 我当然会去 对吧 台湾人就是这样啊 不然我就要死了 这句话是不是跟那个刚刚你讲的 哥哥讲的话一样 我就吹大到要死了 又插插他在那边名分 对不对 我现在很吹大 撞不住了 就是你已经 被你的身体的欲望 控制你的脑袋 出卖了你自己 我可以说 我们每一个人被逼到那个时候 那个最后那个时刻 你到底做了什么决定 你可不可以坚持到底 还是说那个东西 诱惑 引诱 压力来的时候 你就放弃掉 撞到去 好久了 人就是因为这样犯了罪 把自己一生都出卖 把名字也卖掉 什么都卖掉了 对吧 当一诱惑来 在你面前晃了晃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名分给卖掉 但是我反过来讲 当初台湾人如果坚持 自己是大日本帝国臣民的时候 中国人不敢跟你怎么样 他真的有买来 你会敢搞 在国际法庭里面 你犯了战争罪 但是台湾人那时候 没有坚持这件事情 这个故事 影响到日本对台湾人的看法 到今天为止也是一样 所以他自己不亲 中间有一个问题存在 当最危急的时候 你有没有认同大日本帝国 来 这个身份证 就是我们之前发 现在没有发 以后要这个的话 请到屈公所去领取 当初我们发这个 台湾民政府所发放的ID卡的时候 要证明什么 跟美国说 台湾这个土地还是有台湾人在 还是有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住在这个土地上 你不要软出来 之前没有 之前你怎么证明你是台湾人 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没有 我们没有任何 我们拿出来就是中华民国护照 对不对 一拿就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对不对 一用就是中华民国钞票 对不对 你没办法没有任何的证件 来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 还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没法证明 你如果没法证明 你就在美国的眼中里面 没有被占领者 你知道吗 你跟美国说 你是责任的 你想对我这样 但是美国说 叫我责任的人 现在找到他 不见了 你在法律上没有这个人 所以美国那时候 教我们第一步是什么 你去发身份证 那根据什么发身份证 根据你本时代 你的老婆老婆 对不对 在台湾 那准大日本帝国 这边有户籍的人才可以有 才有资格去申请 上面写着TW的身份证 证明你是什么 证明你是大日本帝国臣民 美国在按照战争法 跟你对待 在你接受你的案子 他会收你的案子 因为你的身份对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ID卡上面 最后写的这一句话很重要 这个ID卡 除了赠你的身份以外 很多人那时候台湾人 也大主大自己去印身份证 发给台湾人 学我们 但是有一句话 他不敢学是什么 你知道吗 最后这一句话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你发行任何身份证 都要有法源依据 对不对 你是根据什么法图 给我这些证明文件 对不对 银行要发给你一个东西 它要我根据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内政部还是财务 财税法 什么台湾条 我给你这个证明 我是他合法的银行 我依据这个东西给你 或者债券 然后什么 他才有合法依据 不过随便 大家都去印债券 笑死了 ID卡 任何 任何证明的文件 一定要有它的法源依据 任何的法源依据 也要它的来源基础 它是凭什么有这个法 那些媒体记者 在访问我的时候 我就访问 访问中华民国政府 你是凭什么法源依据 来发放台湾人民身份证 你说什么 台湾不是你的 你为什么对我们发身份证 你有沒有搞错 对不对 你发我护照是什么意思 我们又不是中华民国人 对不对 什么叫光户节 你凭什么说台湾是光户的 台湾也从来没有这个土地 没有任何条约 把这个土地给你 我刚才讲过 有关于土地的交易 甚至于国家单位的交易买卖 一定要透过什么 条约 不是你自己说的 尊顺什么宣言 那没效 所有的宣言 到最后还是要用条约来解决 就好像你说 宣布 我要买这间房子 那房子就变你的 一千次也没效 你真的去缴支 对不对 最后那个产权契约书上 放你的名字 就是要签约 上面是列名 这间房子才真的变你的 同样 台湾这些土地 当时变成中华美国 没有任何条约 反而是这个条约 前面那个条约 还是大日本帝国天皇 手中的领土 只要没有新的条约把它拿走 它就 还是原来那个人的 那间房子又是原来的人 所以我现在就知道了 这个身份证发放要有法源一句 上面写什么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就是在美国军政府的授权之下 才能发放这个身份证 你知道吗 所以因为有美国军政府的背书 但记得身份证才进去美国 没有问题 进去联合国没有问题 进去国际组织没有问题 这样先跟你说 反而中华民国那个护照 进去联合国 被打枪踢出来 因为你没有法源依据 你骗了 你骗台湾人可以 但是骗国际组织不可能 不会让你进去 所以苹果日报记者 那时候听了我们的民政党在那里说 到底有什么 记者真的找到联合给他试试 他试试 还拍一段影片 YouTube你自己上网去看 我真的拒绝在外面 他说这是什么笑 那记者讲什么 几年前我可以 几年前拿中华民国 真的可以进去 真的有意思 他讲的没有错 可是 这几年发生什么事情 让中华民国护照不能进去 就是我们林志生 不是要去搞 搞美国 你在搞什么鬼 他根本没有合法身份 你真的接收他这个护照 接收他的证明文件 所以美国在前几年 都一直在改 一直在改 以后要去美国 i-94卡上面填的只能 不能填ROC 过去还要填妓 因为中国人做妓妓 还填一个ROC 美国那时候还真的帮他走 现在不行 只能填台湾 因为没有ROC 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这个ROC 连美国都不承认 也不存在的东西 台湾人居然要去当他的总统 台湾人居然 可以让他设举去选戏 去选戏 去选戏的总统 是不是很好笑 所以美国的法院 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那个法官讲一句话 台湾人至今还生活在 政治的炼狱底下 上面叫做炼狱 你知道吗 什么叫炼狱 不是没有主权 炼狱 炼狱这是一个Term 一个主词叫做Perdigory 不是不公平 没有那么简单 炼狱都是天堂上不去 地狱下不去的地方 叫炼狱 有可怕吗 地狱下不去 天堂上不去的地方 叫炼狱 大家都生活在政治炼狱底下 都要去不了 关起来是你自己算的 大家在这个政治炼狱 是自己选的 你愿意去投票 你愿意去选举 你愿意去选举 愿意去参与这个 跟你骗的这个系统 什么叫诈骗集团 你欠我五百万 你说你笑的 这件事不成立 但是我说你欠我五百万 你说不好意思 我明天资金传给你五百万 你是不是被骗了 这个诈骗行为就成立了 成立了喔 你如果不相信就不成立喔 比如中国人跟你骗 叫你去投票 他说 下午要选什么票 我日本人要选什么中华民国票 这件事就不成立 是台湾人人自己去接受 又拿他的身份证又排队 自己又花一些钱去投票 台湾人人是这样 所以叫政治炼狱 去投票让他来统治你 继续虐待你 这个就是无止尽的炼狱 我不知道要炼到什么时候 法国人到现在还没醒过来 甚至于跑到华盛地区 证明给台湾人看 台湾人还在想什么 有惊慘喔 这就是台湾人目前的状况 你今天好感觉 你现在来这里你知道 法国人不知道 他是大日本帝国臣民 不知道他自己身份的人 死得不明不白 那在这个时候死掉 在这之前 民政府的法理知道之前死掉 死得不明不白 对不对 因为你死的那个瞬间 你都还不晓得自己是谁 以为自己是中华民国人 对不对 死亡证明书 还要是中华民国帮你写的 不悲惨喔 真的很可怜 跟他说 台湾人自己选的 怎么办 答案已经在这边提供给台湾人 还不过来吗 要到什么程度 法国的台湾人再去找起来 甘愿走到这里 最可怜 甘愿喔 好 我們現在為什麼要用上課的方式 法國人家沒有辦法用強迫 我告訴你 有關於理念 概念的東西 你不能用強迫的方法讓對方就範 但是用騙的很容易 所以台灣人好騙 難以擦 很容易用假問題騙 但是很難自己擦真理 看著真理看不見 聽不見耳朵 會發狂 會自己操作 會害怕 會害怕 但是你說的是真理的時候 他是這樣的話 表示什麼 他是這樣的話 表示什麼 他就屬於往那個方向走的人 因為沒什麼事 台灣人就是死亡人家 就要告示 真的不怕一翻兩瞪眼 再乖乖地去接受這個東西 那這段時間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在吸引台灣人裡面 對比較聰明的人 可以邏輯清楚的人來到這邊上課 這種人照樣做台灣民進會的官員 以後照樣帶台灣人進去世界的舞台 你頭腦不清楚是要帶台灣人去 就好像那一齣台獨分子一樣 頭腦都不清楚 情緒怎麼努力就要出去 沒有人要讓你出去 你哪裡都去不了 但是我們簡單 台灣民進會有沒有比較大 沒有啊 我們只有四五六萬人而已 在台灣的團體組織裡面 當然沒有國民黨沒有民進黨大 可是我們一衝衝到美國華盛頓DC 可以在那邊辦東西 你過去台灣歷史七十年 什麼時候能夠這樣做過 沒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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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種事情 那表示什麼 游離走遍天下嘛 台灣民進會武力嘛 我們抓到法理嘛 我們講道理嘛 我們講的道理外國人聽得懂嘛 你中華民國這個系統講的道理 沒有人聽得懂也沒有人信你一頭 也不接受你講的道理 蔡英倫你胡說八道講的道理 沒有人給你信你一頭 連中國都沒有給你信你一頭 你有沒有看 會封殺你的嘛 會把你這中華民國就是收編嘛 把你消滅掉嘛 因為你已經沒有存在的理由 也沒有存在的必要 你的存在是造成麻煩的 所以他一定會把你弄掉 過去他要利用你去宣稱南海是他的 現在你中華民國又不承認九號公司 又不屬於中國 這樣很簡單嘛 把你消滅掉 消滅掉也很容易 所以你不用真的跟你打 有一天中華民國人民共和國 只要改個名就我叫中華民國 那就好了對不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有一天改名叫中華民國 是不是這個中華民國就 蛤 是不是 這中華民國就被收編了嘛 你也是中華民國 我也是中華民國 我們有十三億人 你有幾個人 對不對 所以每一次猜問 我們要尊重台灣人 2500萬人同樣的意見 那你不是叫中國嗎 那我也是中國 我也應該有意見 為什麼你的意見才是意見 我的意見不是意見呢 我也叫中華民國啊 所以我們大家意見一起算啊 對不對 2500萬加上13億 再除以 對不對 那你的意見算什麼 太容易了 要吃掉這一群 你講台灣人 太容易了 就玩這個就好了嘛 名義上就把你解決掉了 更何況 你蔡英文講的台灣的2500萬是什麼人 你都沒有搞清楚 你是在講說代表名義 我跟你講台灣這塊土地有什麼 有中國人耶 有台灣本土的台灣人 以前的日本人耶 這領著跟比這領著 男作為 說要代表名義 代表什麼 亂七八八名 更何況 這項台灣人是 去給你生腦 生七十年的中國腦 的台灣人耶 他的名義算什麼意 所以這項 氣笑的人 你讓他做決定 他能做決定嗎 就好像你拿一把刀 拿一把槍 發到那個什麼神經病院 每個人都拿來砰 你叫他自殺比較快 對吧 代表人家頭腦不清楚 你怎麼可以讓這種 頭腦不清楚 在精神狀態分裂底下的人 去做 為他的前途做決定呢 所以美國你也不要太天真 你不可以在這時候 在這種 Crucial moment 在這種大家 在瘋狂的狀態底下 讓台灣人去做決定 那是不道德的事情 首先 你要讓台灣人恢復正常 怎麼樣恢復正常 台灣法理地位正常化 這就是我們上次訴求裡面 其中一項 台灣法理地位正常化 就是讓台灣人知道說 我是誰 我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現在在幹嘛 被佔你狀態 我的身分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我現在能做什麼 成立台灣民政府 管理台灣民事的政務 我們的語言是什麼 應該是日語 對不對 跟英文 跟中國話都不能講的 那是你強迫 七十年前強迫以前的日本人 說中國話 所以韓國人看到台灣人 就說 只會說中文的日本人 對不對 這樣來描述台灣人 對啊 因為我們的構成跟他不一樣 美國把我們變得很久 我們台灣人還是不認同中國 就算你放一大堆中國人 給我們種族滅絕 送來台灣台灣人 我們還是不認同中國 對不對 我們對就是 這是發誓肚子 發誓內心最清楚的答案 我就不是中國人 無關你怎麼把我交友 把我怎麼洗腦 我就不是 你美國再怎麼一廂情願 放中國人跟你欺負 七十年三代 你怎麼還是台灣人 這沒辦法改的 你那個中國人就是中國人 你也沒辦法改 你就回中國 你在台灣變什麼鬼 代替中國人來欺騙台灣人 所以現在已經很清楚 過去你怎麼想說 中華民國有一天會 那個國民黨的 隨便會隨著這種程度 隨著整個人在插著腦腦腦 不敢想 過去它很大 包山包海 你要做什麼行李 已經跟國民黨有關係 什麼產銷 農作 合作社 什麼有的 都跟國民黨有關係 這樣的組織現在變成隨便去了 隨便堵人 在走路 錢寬寬都在走 像台灣人說說 對不對 照封什麼什麼 這錢都搬光了 他已經沒有黨產 連黨費都發不出來了 你還傻人 還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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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一定是人 求一個感覺 沒有實質上的利益 還在那裡 太可憐了 人黨自己是中國人 好 現在我們來看 我們是日本時代的東西 來 回到我的PowerPoint 我花一段時間 只是讓你回想一下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但是我們貴旗的教育裡面 都沒有這一塊 以至於我們不曉得怎麼尋求認同 來 可以了嗎 我可以按了嗎 所以想說 我沒有聽說 我們貴族的股那個 我們貴族的小媒 所以我們比 我們貴族還是有 憲法實施在台灣 這個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你的身分從未婚 現在變成已婚了 已經有人冠夫姓了 就是大日本帝國 這個名分不要隨便放掉 這個對大家都有好處 好處多多 你不要想說我用台灣人的身分 要進入世界各國 不可能 他也不會接納 而且我告訴你 我自己都不相信台灣人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絕對不相信台灣人 自己可以有辦法統治自己 因為你現在的台灣人的情況 你裡面有幾個人頭腦清楚的 我告訴你 過去幾十年 美國人都會等一個人 等一個頭腦清楚的台灣人 會把台灣人的地位澄清出來 我們的臨時生 民主黨就顧了 顧這件就顧了 整個事情都開了 對吧 所以大家都清楚了 現在就是看有沒有辦法 堅持走這條路 這個過程當中還是搖搖白白 很多人對我們在判變 還是在台灣人自己 會搞自己的東西 所以到底有幾個 甚至頭腦清楚的 所以到美國後來受不了 你台灣人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好像抓到又好像不抓到 就好像什麼 一個人喝醉了 他要騎馬 從這邊又給你推上去 推到中間又 又從另一邊掉下去 再從那邊跟你推上來 又從那邊掉下去 永遠坐坐不知 換你這條路已經這麼清湊 還不乖乖的坐好 繼續讓馬往前走 他就要想 比較歪騷的事情 自己要搞定什麼台灣 自治政府什麼有都沒有的 就是台灣人要用自己的方式 去走這個路 人家先進國家都已經走好了 你為什麼不就好好用 你自己大日本帝國的名分 對不對 已經有的東西喔 在這個上面 台灣人過去就是因為 大日本帝國把我們拉拔起來 所以從那個落後 這種大清統治那個落後的情況 撐一下 跳一下變亞洲最先進的國家 對不對 你這樣因為 因為前白天又用爪塌 又被隨便的中國人去通地 通地跟台灣人都亂了 現在你要叫你回來 你還不會趕快就追到 美日合作的這個 美日安保這條路上嗎 那才是對台灣人最優利的情況 不是還放給一頓共 台灣人跟你亂拖 這個大家台灣人不要收 我說包括生意人 自稱的那種事情 那都是共人 台灣民政府現在已經走到這樣 我跟他說我頂端有點名 台灣人的企業有幾個 有代表在這邊上課 沒有的話一個都不要來 對不對 因為沒有資格 因為你沒有判斷力 對不對 你號稱跨國企業 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事情 搞不清楚 這是台灣人 佛摩山 所以台灣民政府把你抓兩個主軸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在法理上是什麼身分 就這兩個主軸而已 這叫做歷史的解釋權跟法理的解釋權 都在台灣民政府的手上掌握著 你現在也沒有另外一個團體可以出來宣稱 沒有 太遲了 我們已經講完了 我跟你說 這個世界 這個社會就是 擁有事情 控制不擁有事情 對不對 同不同意 這個社會就是 擁有法理的 控制不擁有法理的 對不對 所以你怕歷史怕要死 因為他知道法律 你不知道 他知道怎麼歪僑 怎麼軟症 你不知道 你電流法律就叫他定 沒錯吧 你不想說 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啊 這個社會就是 先進國家統治落後國家嘛 台灣是落後嘛 國際有落後的中國人 加國更落後嘛 所以你現在 薪水比中國人加 過期是比中國人加高的 你媽媽的那個 做到買了 變成 還在22K啦 你用比過去不努力嗎 沒有啊 台灣比過去還努力啊 還要打拼啊 對不對 價是一直一直的減 工作時數增加增加增加 薪水 連加新加坡馬來西亞 那都 沒有啦 香港都已經6萬多了 7萬了 韓國都7萬了 我們說22K 那是條故意的啦 就是中國人把你統治 條故意把你降低的 最正好讓你台灣人 去挖中國人 扣他吃飯啦 這是intentionally 要這樣做的 故意的 你台灣人不知道 搞一個什麼小確幸啊 一個月幾萬塊也懷疑 可能不知道的人 好 再說就是這個 這就是 DNA 人流的血 因為台灣人一直 叫中國人告的 想說周千剛才來 我告訴你 DNA告訴你不是 是中國人 是從我們這裡去的 來 這你們就要知道 DNA 現在世界上所有活著的人 六萬年前從同一個地方出來 國家地理頻道給你 投資 投資 投資後 你知道嗎 你怎麼知道你的祖先從哪裡 就是透過這個DNA的檢測 你現在的財產也是透過DNA 對不對 最後這個 我們台灣人的祖先對著來 有這裡 六萬年前來到南葉門 來到印度 它有分很多 比如說一開始一堆人 有的人來到南葉門 很喜歡就住下來 就變成南葉門的祖先 繼續走的話 有人喜歡印度 就留下來 變成印度人現在的祖先 就走到馬來半島 這裡是馬來半島 新加坡 對不對 爪娃 印尼 再來 來到台灣 時間是四萬多年前 來到台灣 我們的祖先 這是DNA檢測 再來去日本 再來去韓國 再來去 所謂中原地區 最後停在哪裡 西藏 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黑妹 黑妹的人是這樣走的 在這個土地有多少人 有蒙古下來 有俄羅斯下來 有中東 有歐洲來的 有印度上來的 過十幾人 時間點是兩萬多年前 來到中原地區 其實事實上沒有中國人 你知道嗎 沒有啦 就好像世界上沒有蘇聯人 它是一個組合 政治名詞 它不是真的有這種人種 你可以說 蘇聯裡面有俄羅斯 有什麼什麼人 就像中國裡面有女真人 對不對 後來變成大清帝國 對不對 金人 元人 對不對 不同的人 種族 部落在裡面 廝殺 把人家統治下來 最近一次叫大清帝國 女真人就進入中原 把這些都征服起來 包括把台灣當作 他的殖民地 你知道嗎 這不同人種 反而是他們的人是從我們這裡去的 對不對 那時候韓國人知道這件事好高興 說我們是中國人造成的 中國人去到要死 他們很討厭韓國人 可是沒有辦法 事實科學證明 中國人一部分從韓國去的 可是韓國人從哪裡去 日本啊 那日本人從哪裡去 台灣啊 為我們台灣去的 所以日本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最近做了這個研究 三萬年前航海 你看 徹底再現 你看國立科學博物館 新的冒險企劃 日本人終於醒過來了 我在這裡說四年了 最近就跑出來了 總算做啦 你看這個科學家做研究 你看兩萬四千年 三萬 三萬六千五 很接近我講的數字喔 他在這些島上面挖到這些人 死人骨頭啦 真的要去撤 去撤出來 時間三萬六千五百年 是不是符合我講的四萬年前 然後來到這邊 還多幾百年來走來這裡 就三萬六千五百年 對不對 三萬 三萬 三萬五千年 合理啊 你知道這些發現的 他說 原來我們 過去都日本人想說 所以他祖先對中國來 對蒙古來 結果都不是 現在乖乖來台灣找他的祖先 所以過年一時 是中國人幫他拜 不是我們幫他拜 你不要搞錯了 你如果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不做了 不然你什麼 不然你四萬年以來祖先 你去不做耶 不要做這種事情 我們等他跟我們拜就對了 結果住在中國的時候 所以我來講 雜種啊 幾十幾人 躺在那兩萬年 南朝會 台來台去 換來換去 是不是雜種 他們是雜種 所以全世界沒有 中國人的血統 你知道嗎 你一群人都不知道 人哪有血統可以拿出來 哪有的話 你把它抽出來 你跟我說這是 你定義說這是中國人血統 我也抽我的血 給你對我 他抽不出來啦 因為官方的官網 我告訴你 韓滿門回 我講一堆 連汗抽也抽不出來 滿也抽不出來了 可能有少數的滿 可以被他抽出來 可是汗已經沒有了 這種會 你告訴我 你中國人的會 你要笑死人 所以中國人聽我說 不要這樣說華人好了 也好笑 我說你什麼叫做華人 我們都講華語 我說講華語就是華人 他說是啊 我都說 照你的說法 那講英文的就是英人 對不對 笑死人 新加坡也講英文 印度也講英文 所以印度人是英國人是不是 美國人也是英國人 他們都說華語 我也會講英文 我也不會比英國人 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的 你是什麼人 不是因為你講的語言 是因為你身上流的血 不是 所以我現在要訴求台灣人 不要再過去 中國人把你洗腦那裡 在裡面被人家玩了 該醒過來 怎麼讓你醒過來 就透過科學證據 邏輯的思考 清醒的心來下判斷 來 這樣我直接跳到日本時代 就夠了 就講完了 其他的很複雜 我通常這個課 可以分好多批在講 來我們講到日本時代 因為時間不太夠 我們講到日本時代 來你看看這個東西很有趣喔 過去大清帝國殖民地的地圖是這樣 你看看 長得跟我們認知不一樣 右半邊不見了 大清帝國台灣的地圖是這樣子 因為右邊不歸他管 更好笑 你記得鄭成功降臺灣對不對 鄭成功的土地多大 這樣而已 這叫鄭成功降臺灣 鄭成功 真正的歷史 其他的勢力是這樣子 荷蘭 西班牙 大都王國 知道嗎 這是真正的歷史 但是他又一部 小部分的 支那人的歷史 被套全部台灣人 很好笑嘛 所以大清歌讓台灣澎湖 給日本的時候 大清日本皇帝拿到手中 奇怪 右半邊不是你在管的嗎 你賣家 順利的隔壁都送給人 很奇怪對不對 所以高雜湖看來 在那裡躲好小好小 突然日本人跑進來 就跟他修台了 而且本來逃到反抗 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就去問美國 美國說什麼 他們原來他們叫做部落形式 還不是一個國家 沒聽話 所以你要用征服的手段 把它征服下來 所以日本花了十年 日本打中國 不到一年就打下來 要打台灣十年 是我們的高雜湖很厲害嗎 不是啦 我跟你講 因為日本拿這個套隊 他知道以後這是他的臣民 他不會下重手 你知道嗎 如果是別的國家就把它抬掉就好了 但是以後這個還是他的臣民 所以他一開始用什麼通婚的政策 就是把他的貴族 跟我們的高雜湖混 我把我的女兒送給他們 所以我們高雜湖裡面 有很多人是擁有 日本皇室的血統 還在嗎 如果你連這個都不願意的話 我只好打了 所以花了十年 最後把右半邊也征服下來 那真正建構整個台灣島的主權 就在日本人手中建的 那先有主權之後再黃明化 將你日語改成日本人的姓 最後就像艾奴族 現在北海道一樣 本來也不是日本的 日本就經過這幾個正常的法律程序 把北海道變成大日本帝國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分 一樣他也用同樣的動作對台灣 所以1945年4月1號宣布 就在戰敗的前面半年 有的人講說 太快了 不算了 我跟你講就算你昨天結婚 今天就是要已婚知道嗎 前一個小時結婚證書一蓋下去 一個小時之後你就是已婚的人 也不用一個小時 那蓋下去當下你就是已婚的人 你知道嗎 跟時間長短沒有關 所有該做的 包括黃明化 這整個從建設到所有的東西 他都做完了 完成了手續 而且他跟國際宣布 你知道嗎 所以自此以後台灣已經變成 大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分 我們知道我就用這個去告美國 我們就是按照這國際法來跟美國再告 要不然你沒有基礎 所以現在的中華民國根本不敢上法庭 人家法庭也不會讓他進去 南海在訴訟有沒有叫中華民國來出庭 沒有 你根本不夠資格 你是個鬼 因為你已經離開你本來的身體 這叫中華民國是在南京政府 他已經離開原來他的法定的範圍以外 他就知道流亡 你知道嗎 什麼叫流亡政府 離開你的身體 那上面叫鬼 孤魂也鬼 就離開你本來的身體 變成魂飄到兵來到台灣堂 鬼要儘管 這在講他們 鬼 鬼政權就是他 鬼政權 灌起來就是鬼堂 就是他們自己講的 他們在說他自己 我們現在用法例把鬼要幹走 就這麼簡單 好啦 過去大日本帝國台灣歷代總督世紀 1895年到1945年 這真的要跟你們補充一下 一開始這照片就這個 華山之際貴太郎乃木西典 鵝魚炎太郎 後藤欣平是行政長官 OK 來 明治 不是 他那時候是 對 明治28年1895年 第一代華山之際 軍政轉民陣領台善後出稅決明預告 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決定 台灣總督府皮議會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高等法院警察制度 理凡制度 醫院設置阿片制度 教育制度 優篇電信實施 定期航路開始 度量衡改正 財政金融制度 就稅制改正 大阪中立銀行進出 唸完了 一點都不簡單 我唸得很快 但是每一件事情都不得了 你如果學過行政管理 當你佔領一個地方 你要做什麼事 憑空想像 雖然你台灣人算的 在中國人要走 在我老大 你要做什麼事 你要在哪個位置做哪件事去 你的所學專長要放在哪 你就看看日本人怎麼做的 他派多少人 派多少錢去台灣 他一定 第二代總督貴太郎做什麼事情 要法院 要地租 正式犯臨時法院 公醫制度 國語學校 第三代總督乃木希臉做什麼事 第四代做什麼事 這不到幾年就要完成的事情 一樣 這比中國人中華民國的地方 這種造型 短時間我們要做很多事 你會怕嗎 你有栽調嗎 你會煩惱嗎 你平均 你平均 我來講台灣民進會 四千人 要關兩千四百萬人 一人關六十萬人 你有在一起關嗎 你會說 你也不用煩惱 因為歐巴馬也不能關給兩三億人 你鄉鄉做總統就關了兩三億人 為什麼他可以 因為有制度 對不對 有制度教你 所以你還這邊上課很重要 對不對 會把你教到你罵 美國會輔導我們嗎 就像那時候 蔣介石的部隊 招樓招到台灣人來 鄉鄉要關這段 日本人要怎麼關 美國人會把他教 我這段中華人辦什麼 後面還要一大堆 精英就那麼幾個人 不到一千人 就要關你整個台灣人 一樣 那時候拿到中國那一群 毛澤東的部隊 也沒有幾千人要關幾億人 那大招怎麼關 誰把他教 俄羅斯 不是 蘇聯 那時候的蘇共他教 所以那時候早期的 毛澤東的政府裡面 大部分人是在 蘇聯受訓練 再回到中國去 做這些事情了 一樣 你一定要先進的國家 幫你教 你要知道要怎麼關台灣 你知道嗎 所以不用煩惱 美國人會逼我們國家煩惱 1889年 98年 明治三十一年 來 滴滴看 那時候花多少錢 走九間走馬台 你看 移民啊 台北市街道下水道 中國人聽都不聽過 縱冠縣全通 到一九零六年 不到十年 所有台灣的 涕都被打通了 你看 還去中科研究院 衛生部 博物館開放 阿里山開始造林事業 這次總租做這些事 第七代 你看 縱冠縣中部海岸線開通 有海線 有三線海線都有 第八代總督田建治郎要說一句 為什麼要說他 他那時候跟台灣有一個關係 他說那時候天皇 為什麼他任內的時候天皇來台灣 不是當任的天皇 是天皇的皇太子來台灣 最後 台灣人有人想要說台灣很亂 不要來 結果他說沒有 台灣思想好法是東京的學生 台灣沒有幾個人 但是是社會主義 所以不用怕 台灣很好 官人很好可以來 這是過去的台灣人 我跟你講 比你們現在所有在座的各位都好看 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你們會看人 你們在外面社會遭總給 長這樣的人是不是 一表人才 女生多漂亮 我現在講你阿嬤阿祖那時候 穿可以穿這樣 穿這樣 有氣質 頭髮去設施 你看 這些都是留美的 留歐的 日本人 那時候台灣人 穿西裝漂白 人也設施 那叫做杜聰明 有沒有聽過 以前高雄醫院的創辦人 杜聰明 台大醫院後來當總務長 這個青青 叫做杜聰明 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 他神學 你看他的同學錄 原水龍 原村安 吳錫雲科威西 你看黃曹琴 都有啊 念什麼 France 美國 U of Illinois 有沒有 U of Colombia 念 美術、化學、經濟、神學、政治、醫學 都有啊 時間當時 1824年 1820年 1820年 台灣人已經到全世界去留學了 到法國去德國 我的青青 那時候去哥倫比亞大學學博士 那時候就拿大日本帝國護照出國的嘛 因為我們是日本人啊 對不對 你知道嗎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很可惡的人 叫做黃曹琴 黃曹琴 黃曹琴 讀政治學 以為他們都讀這個 這個 我特別要問出來給你看 外面台灣人 他說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就是他說的 你中國人喔 好 照中國人的方式來處理 他比起來之後去哪裡 南京政府外交部的 你日本人 去美國留學回來之後 去當南京政府外交部的官員 嗯 叛徒耶 對嗎 是不是 是啊 所以等到中華民國的政府來到台灣 流氧政府來到台灣 馬上讓他升官嘛 讓他做什麼審議院 所以美國人幫你問一陣子 他代表台灣人發言 說我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就是這樣 美國人說 你說的 你代表台灣人說的 就這樣 你知道嗎 好啦 我們看一些照片 這些1885年 馬接博士來台灣的照片 你沒有看過嗎 你有沒有去過馬接醫院 馬接醫院的這個創辦人叫馬接博士 他剛來他1885年來台灣 住的旅館 在路館 叫做皇后旅館 這是馬接博士 叫做皇后旅館 把皇后旅館拿去 那一陣子 台灣人的壽命很長 來看一下影片 照片 我再來看這個照片 盡快 先看照片 我先看照片 你把照片去叫做 我待會兒會回到這邊看照片 有一個小小的你拿出來有照片 你忘了嗎 還記不記得 有一個小小的 沒有的話 我就 OK 好 說到 那這會結束 我要回到這邊 來 這幾個淡水 賣檳榔的檳榔西施 阿嬤 以前阿嬤在賣檳榔 弟弟第一次看到傻眼 檳榔西施哪有長這麼醜的 沒有人敢吃到這檳榔 那時候台灣人平均壽命三十五歲 衛生條件非常的糟糕 日本人來了之後就改 那時候台灣人還一個習慣 一個出燥 把人家頭砍下來 所以他叫做不可以這樣子 你看 在肩膏上面掛什麼 人頭 婦女在唱歌吊舞 手上就抓人頭在那邊晃 那高砂族的女生 很可愛 還是很漂亮 你看 在肩膏上面掛什麼 你看 你看每個頭目 腳上面都放了一顆人頭 有沒有看到 一堆人頭在這邊 那時候平坡做的 基本上台幾千顆 日本人也好幾十顆 洗澡都要很小心 那時候推行教育 結果高砂族不爽 就跑到學校裡面 把小孩子全部殺死 那有一個日本老師 救了這些學生 把他放在分坑裡面 把他救出來 其他照片太殘忍 不給你們看 就看這個就好了 他就開始接受教育 第三連隊 日本第三連隊進來 開始畫畫 你看 教育的人規矩 全家幫你教 你看很快的時間 大家都變這樣 這叫第三國路 就是中山女中 後來的中山女中 其實現在的中山女中 以前叫第二女 第三國路 第三女高 我媽媽這個學校畢業 在日本時代 就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你看每個是不是很漂亮 又有妻子 好不好看 好看 他們以前中山女中 分成每一組 中足每一個來分組 看你哪一組 那時候鐵道旅館 日本短短時間 給台灣人看都改 從那種落後的地方 像北宜女的採訪客 北宜女 現在的北宜女中 你看 這是哪裡 這哪裡知道嗎 台北公會堂 中國人來就叫中山堂 你看台灣人的所有 都叫中山堂 什麼叫中陣路 中山路 那就是把中國人命 放在台灣 什麼橫陽路 長沙街 中國的地方 把中國地名放在台灣 是最莫名其妙的事情 用這個方法給你洗腦 內部 你看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像天皇玉蟲那部電影一樣 餐廳這麼乾淨 我們現在講 你阿公阿嬤做的時候就是這樣 有餐廳管理 餐飲管理 有冷氣 有裝酒台 這叫三山路 有快車道 慢車道 中間的重數 日本時代重數 棒球隊 日本時代棒球隊就是很厲害 所以才有打到甲子園的冠亞軍賽 有嘉農 嘉義農專 打到冠亞軍賽 那時候棒球在台灣是全國的運動 這個是南山國小隊 像華山小學 你看每一個台北市的小學都有棒球帽 手套 制服 棒球棍 球 領隊 教練 隊企 那個時候是一個普遍的運動 不像中國人來之後 把人弄到只剩下紅葉隊 用棍子去打石頭 多可憐 哪有那麼可憐 沒有啦 日本時代就是這個水準 叫帝國的水準 我待會給你看影片 有公車喔 來 他是建宗的學生 那時候建宗的學生長這樣子 這是博物館 是歐洲嗎 不是 管前路走到最後就叫博物館 叫龍丁 這不是最近的照片喔 日本時代 北投的火車 你看台灣那時候就有博覽會喔 歡迎全世界的人來參觀喔 建設好到可以讓全世界的人來玩喔 這是什麼 流氓太保 不是 大學先舊辦的學生在那邊念詩 喝咖啡抽菸 念排句 寫詩 詩色啦 好不好 來 國標舞比賽 日本老師從 在所謂的台北工會堂 辦國標舞比賽 你看那時候的人穿的衣服 就很摩登了啦 你有沒有看 黑色畫 你看 是不是 連阿祖那時候就穿這樣啦 我們現在越穿越退布耶 你看那男生穿的這麼黑膏 我即使找到鄉下 在竹東鄉下的日本老師帶著幼稚園學生 照片 他竹東啊 沒有鄉下喔 你看那是日本人 台中那時候就有這樣子喔 我們放影片好不好 來 我先看回我的PowerPoint裡面那些照片 先給他們看到完 讓他們有一點印象 你眼睛掠過就好了 彰化水源地 有自來水 台南女中的照片 你看 台南 台南師範學校 你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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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台南師範球 你搜尋 你搜尋 你看 現在寫日文耶 那時候 高雄卵士棒球隊耶 以前的台灣的港口是這樣子 來 我們準備要放影片喔 屏東婦女會 你看 兒鸾比那邊去旅行 大家穿和服 開車 出去郊遊 基隆女中游泳课 看不完 过去台湾是这样 好 我们放影片 Please 谢谢 弄小声一点 你从这边调就好了 你其实从这边稍微调到中间就可以 先放影片然后再去调音 按一下这样 拉中间就好了 按到中间就好了 不是 不是 你先把那个弄到前面 你不要按错 弄到一开始 影片照放 我只要你弄音量的部分弄到中间就好 音声音就变小声 对 谢谢 不是 麻烦你去按它到中间就好了 好吗 这不能按吗 把它按到中间就好了 对嘛 这样就好了 那你继续放这个影片 把它放大 对 好 我们看这段影片 灯可以关一下 1895年4月17号 下官条约签订后 台湾归族有多 明日28年6月17号 台湾总督执政40年 5年6月14日 河巴山海軍大将 第一代 新兴的台湾 台北上 你看学生穿着整整整齐水手服 你看 日本智力 让我们变成帝国成名 成效卓助 不到几年的时间 平地土北的叛乱 产业的指导奖励 铁路港湾交通建设 通信卫生整备 治水灌溉里帆教育普及 不管是地方制度改革 或者军事方面 都非常的完备 皇室一事同仁的恩哲 台北旗 以前的台北市就有夜景 好 跳一下 跳一下 三线路 好 這邊可以放一下 所以下来到这 台北九天 六个州 每个州有迪苏 最大的迪苏 台湾军 台湾军苏林埔 那时候的台湾军 台湾总督专卖局 中文研究院 那时候就有了 台北平 台北 铁道部 那时候的赤山附近 这是邮政总局 对面是台店 朱智慧社 總督府关底 你看那櫺有水 很漂亮 這就是 我沒慣 他在打巴奇的樣子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這就是現在的衡陽路 它叫做榮丁 公車媽媽穿 你怎麼穿的學生裝 去上學 穿和服你看 少女最流行去穿的洗袍 這邊稍微跳一下 鐵道旅館 市營公車有這個山 人力車 有Taxi Bus 車資很便宜 廣泛的使用 下面是基隆河 上面就是 後面那是魚山 現在開一個魚山 飯店的魚山 大概是神社 表餐道 台北公會堂 公會燈 保護罐 台北放送局電台 那時候時機到台機放上 所以台灣那時候 都很追求流行 美國有流行的 Cosby 音樂 最新的Jazz 都有在聽 我又來有跟 差不多八九十歲的人 開槓給 以前收聽電台轉播 少年人追求流行 來這跳一下 這就不用說 這就不用說 跳一下 跳快一點 好嗎 到淡水 好嗎 去北投溫泉 博物館那 再來這淡水 那時候就 高爾夫球場 淡水高爾夫球場 那時候日本人 就做很好的 就很漂亮 日本人那時候開發 再來新店 不要說 日本人在台灣 建設是同時並行的 沒有什麼偏遠地區 全部一起建設 中國人來在所有 天龍國 村的那裡 不是這樣 新店那時候三百年 來再來 來 再跳一下 新店主要我們要看茶葉是怎麼做的 頭前是手工 再來你看 頭前去黏起來 打個打是這樣 再來什麼 你看 機器設備 日本是在那時候用機器 在製作茶葉 你看生產線 在當時來講 採用機器 機器化製作 好 來到台中 台中那時候 日本人來之後 才有成立的 新興都市 台中 你看 綠川柳川 是台灣的 台中 也是香蕉之都 台中 是台灣成為日本領土以後 新興都市 你看街道 哇 漂亮 路燈 很清楚 柳川 甚至於被人家叫什麼 台灣的京都 幽靜而美 你叫做台灣的行都 你們都去過京都很漂亮 台灣京都 台中周廳 給你們看一下 酒店 好 再跳一下 我們台中 走到日月 台中公園 那時候有過程 有噴水滴 你看 台中公園那時候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這個過程 噴水池 就很漂亮 好 直接跳到日月潭的發電廠 十萬千瓦 二十四萬千瓦 你看 然後台灣地圖出來 他南北配高壓電線 哇 台北高雄 這邊跳過 台南跳過 跳過 跳過 再跳 跳快一點 再跳 我們直接講糖廠好了 講到台糖 那個 對 帝國糖業諸事會社 來停一下 糖廠 你看 一陣這種鐵路 把這些糖運到那邊 也有 製糖會社的努力是 血淚膠織 明治製糖豬肢會社 總爺工廠 一個一個介紹 那時候僅次於 古巴、印度、爪哇 糖業很重要 是因為它是 可以做罐頭輸出 需要糖漿 也可以做煉乳 把牛奶漿 也可以保存很久 而且 糖也可以提煉 變酒精 變工業燃料 所以它是很重要的基礎 基礎農業 基礎工廠 你看那時候是怎麼做糖的 是不是用牛啊 用人工啊 都不是 你看 全部機械化 你看 日本一起來就是這樣 機械化設備 不敢相信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一戰之後 台灣1.9 使用最先進的 農耕方式 在大量的製造 行業 一百年就用這樣 魚海在做 現在有更進步 是進步 哈哈 再跳一下 來 我們跳快一點 來 講到那個 實驗室 你看 它不光是做基礎 它也做實驗室 唐葉的實驗室 做研究 唐葉實驗所 來 再跳一下 再跳一點點 你看 做research 那時候人穿的衣服 到現在都差不多 歪蝦子啊 那個 ROLEX的手錶 戴眼鏡都一樣 做實驗要穿實驗袍 這都一切照規矩來 也不然做得起 烏山頭水處 嘉南大俊 日本的八田羽衣 把我們創好 所以在大量那裡 十五萬甲 十五萬甲 土地 稍後任武康灌溉 一年有三劑到做 來 再跳一下 你看 再來去高雄 看高雄港 那時候就做得很好 你看 那時候 這是高雄港接的火車站 把貨物運到高雄 然後很快連接到高雄港 你待會看 高雄港那時候 從旁邊 你的右下角去看 那時候高雄港已經做得多好 你看 你看 多少輪程在那邊停泊 進來 沿岸 然後就是這種 吊臂 在運貨 來 再走 再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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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差不多了 你看 沿岸的工廠 蓋的都非常的有規矩 整整齊齊 來 高雄中間 好 那我們跳一下 來 跳一下 有輪船 有飛機 定期航路 來 再跳一下 我們很快一點 他們已經晚了 有空的時候 你們上我再去補以前 我的台灣史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好 就停在這邊 OK 好 我們結束 來 把它切掉 切掉 切掉 好 我們今天課上到這邊 請大家堅持下去 把這個課上完 初級班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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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